今天的立项修剪 从动感区开始 更好的控制重心落位 吻合风格 今天的model呢 典雅 娇艳 脸型精致 发亮多 头骨尖 这是超哥给他的提案 大家可以收藏 我们首先呢 发亮多 我们剪去除C技术 这样可以创造动感 功能性上面又可以拿走发亮 因为头骨比较尖 所以我们剪方形的结构 注意看好 等于是方形的去除技术 这样呢 从动感区 可以控制好落位 同时也可以获得一个 后高前低的形线 然后呢 建议头骨 横向空间呢 是圆的 所以发片不要太厚 一片靠一片 这边是上下的技术 等于是反曲线 最多的拿走亮感 保留外线的长度 所以从动感区反过来剪呢 更能控制好第一片的落位 就决定了我们重心吻合风格 所以大家注意看好 不建议大家分后发片 另外一边呢 建议大家同时修剪 更容易控制 因为我是直播间演示 所以呢 尽可能根线 分区对称 手位对称 头位对称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就是像呼吸一样的 这样呢 就可以简单来说 方可以增宽 然后去除可以拿走亮感 保留底线 同时获得我们的重心 注意看好这个细节 重心剪好之后 我们再去设定底线的落差 决定底线 我们看用A技术 剪线条底线 因为model比较骨感 用线条A能更加体现质感 大气 也就是上轻下重 简单来说就是A方 顶部是去除的方 一片剪一片 注意这个长度的底线呢 和形线的距离 就是层次的比例 要吻合风格 所以今天是一个偏低重心 吻合今天模特的气质 典雅大气的风格 那这样的重心呢 可以通过形线与底线的落差 再高一点 或者再低一点 一定要符合风格 这样决定的适合度 相反的方向就会老气 一定要看清楚素材 我们可以获得三个点 吻合风格 然后呢 又可以增宽 头骨 因为偏肩 脖颈偏细 外线质感 大气 同时里面去除第四个东西 可以减少量感 而且在线长更容易控制 这样的方法 就是先剪层次 再剪外线 我们剪顶部方呢 落下来会内乎 后短前肠的形线 重心后发一定不能前高后低 注意前发 借后面的导线看清楚 这片全是发际线 动感区前发呢 不能先剪层次 也先剪外线 为什么呢 因为外线容易虚 这样更容易商业获得结果 因为质感表达外线 以此类推逐渐水平 剪到转角线 保证外线足够的质感 这样呢 我们更容易没有风险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等于后发呢 是先剪层次 再剪外线 前发呢 等于是先剪外线 再剪动感区前发的层次 这样保险 保证外面的足够亮感 因为通常都是后发多 前发少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反向的去做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这边容易剪缺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一下脸型偏小 我们需要打开脸型 大家注意看好 放射性是前高后低 偏向于离心放射 注意看清楚 再剪顶部方 与后面做导线 剪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 注意划分线 看清楚是前高后低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脸型小精致 需要打开 不需要更多的头发去做修饰 所以这是划分线的功能 那顶部的方结构呢 依然是达到一个平衡去除的一个效果 和后面进行长度连接 亮感连接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那逐渐一直剪到发际线以外呢 尽可能往里面靠一些 大家看清楚 这样呢 就有足够保证 我们一开始定的外线 不被剪缺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 是非常简单 等于拳头是方 A方和C方的组合 在这个过程当中 模特呢 我们把整体的提案都放在了后面 然后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呢 可以提出了 在现场简是非常商业的 但是非常挑素材 因为一般人驾驭不了方形 整个呢 直播间呈现 前范呢 斜向后就脸型打开 那上面会比较动感 那同次重心比例呢 一个低重心吻合气质 外线是比较质感的 外线越实的 非常挑战素材 以及骨感一定要大于肉感 否则会老气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然后评论区不懂的告诉我 然后我们一起加油 这个时间段非常忙 然后呢 希望呢 能在我的视频当中 伴随当中 大家呢 不孤独 一起加油 初心不变